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死亡 而是死到一半后悔了 叶文杰更惨 他想毁灭整个人类 当时他毅然决然地按下那个毁灭的按钮 现在突然发现 恢复离职的世界很美好 人间还有真情在 但是一切都完了 也救不了这个世界了 这样的滔天大罪 叶文杰一个柔弱的女子是难以承受的 世界越美好 他反而越痛苦 以前不敢直视的人性直恶 现在成了他心灵的止痛药 第一剂止痛药是母亲少林送来的 叶文杰去见了母亲少林 母亲果然好手段 他靠着自己的聪明和不择手段 笑到了最后 父亲的残死丝毫不影响 他脸上的自豪和优越 他对叶文杰说 对于你父亲的死 我没有责任 我也是受害者 倒是你父亲 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有些变态了 一条道走到黑 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 让我还有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叶文杰彻底对母亲失望了 母亲当年的无耻背叛 不是源自一个女人的恐惧和软弱 而是内心本就存在着恶 第二集咬来自凶手 叶文杰找到当年打死父亲的学生 对那些被他们伤害过的人 他们没有丝毫忏悔 过去的疯狂很快会被人遗忘 他们的罪过也会被人遗忘 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们手上的鲜血 他们有恃无恐 他们甚至对自己能够肆意伤害别人 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感到兴奋 他们只会因强权而忏悔 绝不会因良知而忏悔 他们当年的疯狂不是年少无知 而是内心的恶毒 没有了约束 叶文杰对这个春意盎然的世界彻底失望 这个世界并不是焕然一新的 青草下面是腐败的枯枝落叶 叶文杰内心深处 对母亲对凶手对整个人类的仇恨重新聚拢 他对自己背叛人类的悔恨消失了 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 终于成为叶文杰坚定不移的理想 我们下个视频接着聊